還有一點 我覺得就是看她自己寫她那個資訊 因為她小的時候學的是言真卿 然後逐漸地又…當然她又學了很多其他人的 然後又專攻一下這個二王的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說她的這個 不管是字的結構還是用笔上 她都有很多變化 其中她那個…她那個字型吧 有的時候你就覺得她就是說有一種特別大的變化 她有的時候她那個…就比如說咱們剛才看的那個綠子 她會一下…或者那個鹽字 她那個樹一下會往裡頭進很多 有的時候她又… 這個鹽字 對 然後…就反正有的字吧 它都會… 對 處理的就…一下子把這個字型就給… 就是…就稍微…就是扭曲 也不是說扭曲 但是就是說… 就給它變一下 我就不知道… 有的時候我們說那個… 她用笔有的時候也很粗 所以…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在想那個… 顏真卿的字有說是外擴 然後…那個… 二王的字是內領… 內領…什麼之類的 就說她是不是這… 也是就是… 就是… 這麼…之所以這樣寫 就是這麼… 這麼… 對… 這個…這個… 這個米符對… 對…對…對… 對顏真卿的這個…這個… 這個形書是… 是…是… 佩服… 那麼她這個… 很多這個方法… 很多這個筆法… 實際上是從這個顏真卿裡面來的… 那麼她加了一些改造… 加了一些變化… 那麼… 比較典型的一筆… 就像…像這一筆… 這一筆… 還有上次咱們看那個珊瑚貼… 大家還記得中間有一個在這兒… 咱們還專門指出來的… 那麼這個裡面的話… 這個東西很簡單… 這個東西很簡單… 大家寫了這個… 寫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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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不出來這裡面有任何… 極王聖教的東西… 一點都沒有… 那麼這些寫了… 如果是在熟悉顏真卿的話… 那麼也可以看到一點顏真卿… 那麼… 那麼像這個裡面的話… 就是說這個… 用筆的這個細緻程度… 變化程度的話… 那麼都… 都不是這個東西可以比的… 好… 那麼… 下一個… 繼續當劍領家… 左面和右面… 這個… 這個有的意思說… 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假… 左邊是真的… 左邊是真的… 右面是假的… 右面是假的… 都不假… 都是假的… 左面肯定是真的… 左面肯定是真的… 第一個對呀… 它的標誌性… 第一個對呀… 它的標誌性… 第一個… 第二… 這兩個對呀… 嗯… 再一隻… 再一隻… 哦…看到這個… 沒有… 還有那個… 第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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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個字… 那個… 口的那種…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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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個為什麼不是真的… 還有他那個男子… 你看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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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蒼太陽… 蒼太陽… 那根本是… 那根本是… 嗯… 嗯… 就他那個素彎溝… 就是… 完全… 對啊… 就是… 龐宗華那個味道… 龐宗華… 順便罵了一下… 龐宗華… 這個沒有意義啊… 大家… 沒有… 有意義嗎… 沒有… 那麼… 那邊是真的… 這個… 這個… 還是一樣的… 那麼… 這個… 如果是咱們沒有別的參考的話… 就看這兩個的話… 那麼… 不管你覺得… 看著這個舒服… 還是看著那個舒服… 那麼… 這個… 這個… 有疑點的話… 就是… 那邊的話… 變化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豐富… 這個所謂的一筆書… 就是這樣吧… 也沒有提案… 也沒有什麼… 什麼… 轉折的變化… 都是… 就是那麼一個寫法… 這裡面的話… 有轉有折… 有提有慢… 有方有緣… 那麼… 這個… 這個的話… 就是說… 但是左邊寫那麼整齊… 倒是比較奇怪… 好… 這就是我在… 這個… 這個米蜂… 我不敢再多講… 因為是… 再多講的話… 咱們這個… 這個… 就是… 只講他一個人了… 它現在流傳下來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 很少由這個… 這個… 三件是一樣的… 你可能找到三件風格差不多的… 四件風格差不多的… 但是你要… 要找把它的東西… 羅列出來的話… 那麼這個風格太多了… 嗯… 那麼這個是一件… 非常獨特的一件東西… 就是說… 嗯… 這個挺好的… 嗯… 這字… 多大呀 老師… 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的話… 大概… 比這個… 比我… 大指甲… 該大一點點… 你有沒有浪漫多大… 你不想… 描起來… 不是… 就像… 有個感覺… 就什麼… 就這個… 我想問一下… 它有沒有哪些字… 是特別固定式… 看得出來… 就大一點點… 哪些字啊… 比如說它這個簽名… 它就沒有什麼大變化… 這個…有些變化… 但是基本上… 就是這個模樣… 還有一些字的話… 就比如說… 還有哪個字… 還有這個… 鞍字… 就是這麼一個形狀… 對… 那麼… 這些是比較固定的… 這些是比較固定的… 他那個… 寫橫折的時候… 那個… 那個童子… 它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 樣子… 圓圓圓的那樣子… 這個… Jerry看出來了… 就這個地方… 很男喔… 對… 這個地方… 這個是他一輩子… 基本上都這麼寫… 那麼… 還有寫得更怪的… 我上次… 上次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注意… 我上次講課的時候… 講到它的… 另一個… 就是細筆形的那個東西… 整個畫了一個圈… 就是上面那個… 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圖書的圖… 那個外擴… 還記得嗎… 我好像問那些… 假上… 就是… 從下面要回一句… 好… 你繼續當鑑定家… 還有一件東西… 這個東西… 值四億… 四億… 這個… 這個… 那麼… 那麼… 這件東西呢… 是一件事… 這個畫是書式的… 傳說是書式的… 然後… 這中間有一個… 其他的人提的一個字… 然後下面的話… 一些相傳的話… 說是米服提的字… 那麼… 現在這個東西… 出來之後… 那麼大概是… 十一月開拍吧… 馬上就要拍了… 那麼… 估價4億… 4.5億港幣… 現在港幣… 和這個美元… 對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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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現在就是說… 弄出來之後呢… 有人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字的話… 根本就是假的… 那麼… 這個… 大家先… 來判斷一下這個字… 然後大家來… 判斷一下這個… 是真的是假的… 啊… 要不要也會… 股價4個億… 啊… 股價4個億的… 不一定就是真的… 上… 上次那個… 那個什麼達芬奇… 那個人家… 後來都說是假的… 就是阿拉伯那個王子… 這個… 這個錢太多… 沒地方砸… 好… 那麼現在講是真的… 先…先講個理由… 我覺得是真的… 嗯… 講理由… 是… 李福的… 他的… 他的… 風格… 那… 現在比法… 變化… 出戲啊… 那麼豐富… 就算是假的… 也是… 絕對絕對告訴你… 哈哈… 這句話講得非常好啊… 他這個講得非常好啊… 這是第一點… 是0.13USD… 0.13USD… 那跟… 跟幾千嗎… 差不多… 就六千… 嗯… 六千嗎… 七千… 八… 差不多八… 八就過了… 七也過了… 六千… 六千… 嗯… 嗯… 過三個高手啊… 那… 那麼大家有沒有什麼不同意見? 沒有… 沒有…… 那麼至少我個人認為這是真的… 那麼咱們要認為它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那麼一般的方法就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比 那麼這是以前我做的一個比較 uwий… 你先看咱們這個字的話… 就是說大家唸一下吧 世子成雲世 三年不治一 平之世物顯 老覺道心危 以世至生晚 何妨知我兮 心逢風雅伴 歲雁未言歸 這個草稿林專門有這個文章 研究這個東西 那麼咱們就不去講它具體內容 那麼就講這個字 它是真的是講的 那麼正面的話 這是剛剛那個貼紙裡面出來的 那麼這些的話 是從別的貼紙裡面出來的 咱們大家就可以看 這個氏這兒 這個時這兒 氏這兒 還有這個誰這兒 雅這兒 半這兒 燕這兒 和這個安字和姿字的筆 還有這個龜和這個靴字 最後這一筆 這個年這兒 衣服的衣這兒 蠢這兒 很像 都很像對吧 那還已經鑑定了 已經鑑定了 都很像 這個其實上 就是說 咱們這個書法鑑定上 其實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把這個字 一個字 一個字 拿出來比 那麼就是說 這件東西 跟咱們剛才看到的 其他的東西 這個風格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就是 但是咱們把一個一個字 拿出來 就是和其他的這個 米符真記比的話 那麼其實它這個骨頭裡面 是完全是一樣的 好 紅 紅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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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油 我稍微有差別 哪個 老師的老 最底下 對 就是那個 紅和風 對 跟這個有點不一樣 跟這個有點不一樣 嗯 黏 我看就好像有其他一個貼的 這個是一個貼紙的 然後這個是四 五 六 七 這是剛才咱們看到的 有一個貼紙 八 這個好像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 然後這些都是一個貼紙 就是咱們是找了 有七八個貼紙 才湊足這些字 就是可見這個人的話 這個寫字這個變化有多豐富 好 好 咱們今天就基本上講到這樣 那個時間 整個課時間就差不多就完了 十點半了 好 休息休息 大家可以再接著寫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 那幾個字 現在是那個寫字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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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的那個 你看黏筆的話 這個 這個底四字 要拿高一點 或者手要選一點 要不然口的四字 就不會 就像 比較難做 就是你手放在這個 對呀 好